藝人阮文安升旗二承認煽動和洗黑錢兩罪 繼續還押等候判刑 阮文安在暴亂期間 曾經多次發文咒罵法官和嘲笑死傷警員 有直肌和前妻弟弟以眾籌為名騙財 其實他的所作所為可謂法理不容 阮文安在暴亂期間曾多次參與並出席相關集會 在社交媒體多次發布具煽動性陳述的貼文 包括指高級督察林婉儀的死訊是值得慶祝的好消息 煽動他人為總裁判官蘇偉德 因心臟病入院而慶祝 又說有退休警員在交通意外中心亡報應等等 而在這段時間阮文安亦在Facebook和Instagram 發布87則鐵文發起為不同目的而設的募捐計劃 當中包括售賣A小妹妹製造的曲奇 但A小妹妹其實是阮文安和前妻所去購 指A被控暴動罪和受審 在社交媒體發布的多張聲稱A的相片 並將第三方供應商的曲奇俄稱是A製造 和偽造A親筆感謝信 阮文安聲稱 售賣曲奇所得的收益 將用來資助A 有使他人捐款至前妻弟弟黃天浩名下的銀行賬戶 據警方調查 黃天浩的賬戶錄得3907筆存款 總押超過港幣200萬元 當中大約165萬元轉入阮文安的戶口 而阮文安曾將戶口中超過100萬元 轉賬至賽馬會賬戶作為賭博 根據資金流向分析 黃天浩的賬戶中大約71萬8千元的存款 和A小妹妹計劃有關 阮文安在去年2月15日被捕 其後被控煽動和洗黑錢等罪 另外阮文安在2019年8月舉行流動演唱會時 多次在台上高喊撐步口號 期間由鼓動並與台下部分人士高呼口號 而在新冠疫情期間 他又在網上大事抹黑 和呼籲市民杯葛政府的防疫措施 包括鼓動網民不要接種疫苗 用粗言慰與批評專家的意見等等 由此可見阮文安的種種劣行 這次他承認控罪 最終受到法律制裁